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事 坐在沙发上的人穿着一套白色休闲装 半靠着沙发背 看着陆毅 勾了勾嘴角 带了三分不羁 来看看你恋爱谈得怎么样了 我说你这父死样子 小姑娘怎么能受得了你 陆毅皱着眉头 从上到下地打亮了面前的人一眼 哼了一声 叶英又回帝都了 原来这人就是一直盯着叶英的蓝青玄 此前在西北 这会儿又跟来了帝都 蓝青玄直起身子 嘟囔了一句 你这人太无趣了 这才说起正事 回来了 不过他打上了你家小姑娘的注意 调令都下到安保局了 这事十有八九是成了 话一说完 他就看见正在喝茶的人不动了 握着茶杯的手指 粗然用力 蓝青玄默地往一边挪了挪 他害怕茶杯碎了件一身水 不过陆毅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 反而放下茶杯 看向蓝青玄 我要知道他这些日子在西北都做了些什么 还有回到帝都的行程 蹲了蹲又说了一句 别告诉我你没有 蓝青玄举手投降 有 我这就告诉你 他与陆毅相识的时候 还不知道陆毅是帝都陆家的人 这人化名锦衣 硬是在西北闯下弱大名头 最后被上一任暗组织的老大招揽进组织中 当时的暗组织还是一个能协助官方机关办案 接一些不违法的活 插手一下官方不好出面的事情 算是保护西北的一道防线 只不过这道防线见不得光 可是自从老首领暴毙 叶英接手组织之后 暗组织发展得很快 不过当初的一些老成员走得走 散得散 那个时候陆毅跟他就离开了 两个人一起到了帝都 创办了锦衣夜行 不过陆毅念着老首领的恩情 是要找出老首领去世真相 只是当时的现场被叶英一手把持 纵使他们有再多的能力也无处使 便决定暗中盯着叶英 蓝清旋这几年便一直西北和帝都两头本奔波 关键证据一直没找到 不过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 当下细细地跟陆毅说起这段时间叶英的行踪 两个人说着说着到了中午 陆毅起身 本想给金夏送饭去 不过一看蓝清旋眼下的清黑 知道他这些日子也是辛苦了 终于良心发现 我请你吃饭 蓝清旋蹭了一下从沙发上弹起来 走吧 广寒宫 这个叶英人虽然不怎么样 不过这个广寒宫的饭倒是很好吃 陆毅一梗 刚刚的憔悴疲累都是假象吧 是吧 是吧 只是两个人刚出门 陆毅的电话响了 看见来电的人 陆毅下意识地震了震神色 接起了电话 杨菊 你好 对面的人也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 陆毅瞥了一眼蓝清旋有些犹豫 蓝清旋听见陆毅的话 就知道这人是谁 立刻冲着陆毅摆摆手 陆毅顿了一下 硬下了 那我们安保局见 挂了电话 蓝清旋戏谑道 怎么 拐了人家的姑娘 家长还没解决呢 杨成万找他见面 陆毅没心思跟他开玩笑 扔下一句 这顿欠着 匆匆地走了 心里想着 杨成万找他见面到底为什么 惊吓得掉令 除了这个 他想不出来其他的事情 陆毅神色冷峻 杨成万不找他 他还想去安保局问个清楚呢 杨成万在安保局的会客厅等着陆毅 两个人见面 陆毅神色缓了缓 冲着杨成万点点头 杨菊 不管怎么样 这人是金夏的师傅 金夏一直很敬重的人 杨成万冲着陆毅点了点下巴 坐 喝茶 看着陆毅喝了口茶 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今天我找你来 不是想拆开你跟金夏 而是想给你讲个故事 我知道你一直在调查金夏的身世 以及二十年前的那场关于科研基地的事故 想弄清楚真相 不管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金夏的主意 要靠着你们自己调查清楚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你想知道什么 我今天跟你说 杨成万这么说 倒让陆毅紧张起来 有些防备地看了杨成万一眼 杨菊 不管怎么样 除非是金夏主动放弃 我是不可能离开金夏的 要是放在以前 杨成万肯定会很生气 可是见证了陆毅为了金夏受伤 护着金夏的样子 杨成万摇摇头 我都说了 我给你讲这个故事 不为别的 只是因为你根本查不出来当初的真相 你知道吗 当初那个研究员 夏长青 就是金夏的父亲 金夏今年 根本不是十八岁 而是二十岁 饶师陆毅猜到了一点 不过杨成万说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吃了一惊 而杨成万下一刻说出来的话 却让陆毅的心直接沉到谷底 当初夏长青的悲剧 其实是京城所有野心家逼迫的结果 首当其冲的就是你父亲 陆婷 其次就是严嵩 安保局的卷宗之中 只记载着 有势力私下联系夏长青 逼迫他交出数据 夏长青不从 从容赴死 数据不知所终 这一切是他的父亲做的 杨成万说完之后 没有继续说下去 只勾勾地盯着陆毅 半想 陆毅才挪动了一下 抬头看着杨成万 一开口 嗓音暗哑 杨菊 我父亲身居高位 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准备